好 我要准备出门了 那就期待今天的食材哦 天氣真的太好了 看我已經很害了 完全就是太熱的狀態 我現在要去找一個寵物拿東西 我現在好熱 怎麼來了 趕快把我的東西拿出來 就這樣 要去都是自己的 對啊 好熱哦 耶 現在時間是1點45分 所以從早上到現在 目前為止是這樣的 現在來移動 然後看一下我們現在的帽子 還好去 眉毛的狀態 然後我才跟我買完菜 然後又下一個 那今天要使用的是 KATE的3D造型眉彩餅的限定組 然後我手邊拿到的是 這個是EX5 EX4 差別不同是在於眉彩餅 裡面呢 裡面呢就含了一個最基本的眉彩餅 那我的慣用都是用EX5 然後還有一個眉膠 那它眉膠其實看起來有點帶咖啡色 但它其實是有一點半透明的感覺 效果很好很實妝 也可以讓你的毛流站立 根根分明 那再來它有多了一個特別的眉刷 我一開始拿到以為是遮瑕刷 刷子的話呢也讓我就是 方便了許多 因為它小小一隻的 眉彩餅裡面的這個刷子呢 對我來說就是拿來打鼻影用的 所以剛剛好 完全不會有衝突到 我用的已經用到變成這樣子了 我已經買了好幾個了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們家這一盤非常好用 EX5就是必買 假設你要打鼻影 然後畫眉毛這個非常好 這個也很不錯 因為我用了幾次之後發現 它其實讓眉毛的妝感 就是可以維持 那我們呢 今天就是會來做一個實測 那不囉嗦 直接先進入教學的重點囉 那我要用的是EX5 也就是我一直以來 最常用的這個色號 那首先呢 我會先用就是 它這一個新的眉毛的刷子 它是比較扁的眉毛刷子 它的抓粉力非常的夠 然後用這個顏色 跟中間的顏色 那因為它是扁刷 所以非常好操控 等於是說 我想要填補空洞 我就稍微仰角一點點 然後我想要就是 畫一下明顯的眉毛 我就頭低下來 然後去看鏡子 然後把剩下的殘粉慢慢的刷出來 不夠再增加 有了它們 其實讓你的畫眉速度非常的快 然後剩下的殘粉呢 不要再沾眉粉了 就是直接把多餘的產品 輕輕的往前帶 用力道大概就是 一到兩成就好 看似好像沒有 但其實它是有的 然後輕輕的往前帶 其實你眉毛畫的對稱的話呢 要畫的完整的話 你一定要做一些 就是角度去看 欸我的眉毛有沒有 就是跟另外一邊不太一樣 然後我的眉封兩邊的位子 跟眉尾有沒有抓到點 然後呢 就是正視你的鏡子 正面的去看 然後再去做調整 拿出遮瑕再做修飾 因為我這邊有不小心畫的 沒有這麼好 那接下來我會用的是 它們家的眉膠 這眉膠看起來呢 有一點點咖啡色 但是它其實是偏透明的 在梳的時候呢 眉頭盡量也是往上順 你可以壓下去 就是碰到底部 然後再往上 再往旁邊 然後這個眉膠 其實是會讓你的眉毛 根根分明站立起來 如果你是追求最近流行的 就是根根分明的眉毛的話呢 這個眉膠滿好用的 它的眉刷的刷頭 這邊前面有一些膠有沒有 眉膠的那個頭頂端呢 的膠盡量觸碰到眉尾 眉尾最容易掉妝 所以可以盡量碰到沒有問題的 那中後段的地方啊 就是往上梳 因為眉毛如果太長 它就會掉下來 它就會影響到你的眉心 所以為什麼要去做修剪的眉毛 也就是這個原因 眉毛其實這樣就完成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它除了畫眉毛以外 它是一個非常適合去做 鼻影修容的一樣產品 我用來用去還是他們家這個刷頭最順 然後這個呢 久了它之後呢 滿適合就畫眉毛 然後這個呢 我一直以來買它 我都拿來就是畫鼻影 那鼻影的話呢 就是用這個最淺的顏色 順下帶下來 呃 畫鼻影一定要做 要堆疊層次 因為你不堆疊層次的話呢 你的鼻子會看起來比較生硬 就會看起來很明顯的兩條線 然後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畫了鼻影 那像我呢 是人生呢 混得沒有鼻影這件事情 但是我又不想讓別人知道 鼻影的話呢 位置就是在眉頭 應該說 鼻翼兩側往上 就會直接連接到眉毛 所以如果你眉毛的眉頭畫 太裡後面或太前面 其實是用鼻影看就可以知道 有些人的推 我知道他們會是先畫鼻影再畫眉毛 因為鼻影才可以找出他們的眉頭的位置 那記得往下刷的時候順便要往旁邊帶 因為我們不想要讓側面看到有一條很深硬的線 然後差不多之後呢 就盡量的帶一點點 然後沾一點點第二筆顏色 第一筆顏色 輕輕的在這個正中間的地方呢 刷下一點點影子 是用尖端的方式刷一點點影子 像這樣 你可以看到就這邊已經停起來了 一樣從中間這邊刷下來 有沒有看到鼻子就這樣默默的變尖了 重點是他很自然 那最後呢 因為為了要維持妝 眉毛的妝容 用就是中間或第三個顏色 我們剛剛已經上了眉膠嘛 然後會就是再稍微的再沾第二次 因為眉膠已經乾了之後 然後我再補一下顏色 同時有點像是蜜粉定妝一樣的概念 最後唇的部分呢 因為今天是比較自然自然的妝感 沒有特別要去哪裡 這個對我來說算是蠻自然的妝感 因為我沒有上什麼太多底音 然後我就刷了睫毛跟眉毛 還有下眼影 下眼影今天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我這次用的那個唇呢 就是也是Kate的橘色ORE 打一點點在中間 我只想要一個自然氣色的唇 然後再來拿出就是打亮的部分 我手邊呢就是拿的是Kate的眼影 這盤是RDE的顏色長像這樣子 然後我要用的是它旁邊這個燭光色 只要用手指頭輕輕地沾 放在鼻頭 點一下之後再用蚊子往上推 然後剩下的殘粉呢 在這個中間的地方 做一個微微的提亮 那我今天的妝容就完成 然後容我真的一下我的頭髮跟換一下衣服 我們等一下就要出門囉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一樣在下面留言可以跟我說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